我们看一下下一节 谈是有三个统计学家 共同对于这个方法 做出贡献 叫MWWTest Man Whitney Wilcoxson 这是三个统计学家 共同对于现在所探讨的这个问题 做出一些检定方法的贡献 这个方法呢 跟前面两节所谈的Sign 我们把它加符号 我们可能是赢的话 我们就给它个赠号 或者是我们第二节呢 我们说赢多少 然后我们给它赠符号 然后排序 排序以后呢 绝对值以后呢 再相加 那把我们关系一下 冷气都跑掉 所以我们用的 前面两节的方法是 排胜负 然后得一个符号 那现在我们谈的是什么 我们谈的呢 不是说只有正负号的问题而已 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检验啊 它的distribution有没有一样 各位同学看一下 886页中间的地方 我们要检验的是 两母体有没有一样 你看我们眼前 我们前面那两节都在谈说 两个母体的medium一不一样 对不对 或者是medium有没有大于某一个值 我们只谈什么 中位数相不相等 中位数有没有超过某一个值 现在我们这节谈的是进一步 我们不是只有谈中位数 我们谈整个population一不一样 那眼前这个例子谈population一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也是蛮可以用的 好比说在某一个公司里头上班的员工当中 我们可不可以分出来 两所大学的毕业生 中山跟成大气管系 毕业业在我们这个 哪一个公司啊 你比较想去哪个公司上班 有没有概念 要有概念 现在必须要稍微注意一下 到图书馆去找一下那个杂志 知道吗 商周 看你比较喜欢去哪边上班 你们想去哪边上班 去看一下了解各行各业的 我知道你们喜欢到服务业去上班 到服务业上班 银行 哪一家银行呢 到量饭店上班 哪一家量饭店呢 到这个形象比较好的 像台积电3C产品的公司上班 也是有服务业的需求的 去了解一下 某一家公司一头两所大学的毕业生 在这边上班若干年以后 我们要去检验哪一家大学的毕业生 表现比较好 从此呢我们可以研判说 哪一家大学的对学生的训练 比较能够为产业界所需要 所以产业界日后呢会建立这样的形象呢 会到那一所比较好的大学上头 他会给的名额会比较多 暑假实习的员工也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是一点一滴的去建立起来的形象 那眼前这个历史就在谈说呢 我们有呢在这个某一家公司 Showtime cinema Showtime cinema 这是一个拍电影的一家公司 那在公司里头呢 他同样的同时有好几个员工 他事实上他全部的员工有多少个 他去检验他的员工有 看一下这个数据 35个 32个 32个员工 32个员工当中呢 里头有两群人 一群人是大学毕业生 一群人是高中毕业生 大学毕业生有四个 高中毕业生有五个 那么其他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毕业生呢 其他应该是硕士 或者是博士 或者是高中以下的 总之呢 32个员工当中 就有四个是大学毕业 然后有五个是高中生 五个是高中毕业 这个在美国那边你比较会看得到 高中毕业以后 就可以到外面去找工作了 所以他们不一定要念大学 他们到了 做了几年的工的事以后呢 回来发觉他需要念大学 所以他回来再念大学 所以美国下领里头 你经常可以看到 那个年纪已经四五十岁了 在念大学 大学无名像各位这样 那台湾现在也是有这样的倾向 就是你念硕士呢 不一定非要一口气 把他大学毕的业去念硕士 念完以后再去找工作 你可以先大学毕的业 先去找工作 做若干年以后 你就会有需要念硕士 因为你要升级 因为你要加薪 因为你需要补充新的知识 你可以回来再来念硕士 都有不同样的 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 跟走向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四个college student 跟五个high school student 然后呢 这九个 九个人呢 在整家公司里头的表现 我们把它做出这样的排比 大家看 18-8的这个表 这九个人当中排比最好的是 大学毕业生第二个 他是全部排第三名 这个排第三名 不是他们九个人当中的第三名 而是全部公司 三十个员工当中的第三名 知道哈 然后再来排第二高的是谁啊 第二高的是 第四个大学毕业生 他排全部员工的第八名 那么第四个高中毕业生 他排全部员工的第九名 其他意思类推 最差的是高中毕业生的第三名 第三个员工 第三个员工排全部员工的垫底 他是排第32名 他怎么去排比 排出这样的 的一个成绩顺序出来 这是另外一回事 公司里头有人管 有HR的部门 他会对呢 员工的表现 会赋予某一些 某一些顺序 赋予某一些分数 那你可以去研判他 业务单位是最容易的 就是看业务的业绩好坏 那最容易 可是如果拍电影 然后他哪一个员工 这个迟到啦 或是哪一个员工表现最积极啦 对于哪一个隐形的配合的程度最高啦 或是拍多少部电影 如果是导演的话 这有各式各样的评比的方式 总是他做出这样的排比出来了 好 现在问题的是 你怎么样去检验出 现在问题 是怎么检验出 高中生还是大学生 在这家公司表现 是不是有没有明显的不一样 我们假设他明显是一样 所以他的H0是 这两群人 在公司的表现是一致的 是一样的 identical 也就是说 大学毕业生 或是高中毕业生 在这家拍电影的公司里头 表现 是一样好 假设如此 有没有办法推翻他 那我们找四个大学毕业生 五个高中毕业生 去做检验 结果呢 检验出来的结果 各位同学你看 他用什么方法检验呢 18-9这个地方 18-9这个表格里头 他把那个排序呢 再来加以排序 所以说你看看 那个15名 全部公司的15名 是排第几名 是排第四名 因为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就是那个 得第三名的 那第二名是得第八名的 然后第三名是得第九名的 第四名是得第十五名的 然后第五名是得第十八名的 第六名是得二十名的 第七名是得二十三名 第八名是二十五名 第九名是三十二名的 这样看到没 然后再把两群人 所得到的排序把它相加 所以大学生的排序 全部相加是十四 那么高中生的排序 全部相加是三十一 那显然呢 我们希望他排序越少 加总的值越少 代表他越前面 他表现越好 对不对 那可是事实上你会发觉 高中生有五个 大学生有四个 你这样一来 无论怎么加 一定高中生加总以后的排序 一定会比 大学生的排序 加总的值一定还来的高 所以呢 你要去比的 就不能够 只是看他绝对数值 现在呢 他怎么看 同学翻过来看 他这样说 他说你设一个词叫W W是什么 Sum of college student rank 为什么你要选college student 而不选high school student 这个地方他是symmetric 意思就是说 你要选高中生可以 你也可以选大学生 都可以 但是习惯都选 第一个样本来当W 那现在第一个样本是什么 左手边这边就是 就是college 右手边是什么 high school 所以你选大学生 选高中生 你W可以负于是大学生 也可以W也可以负于高中生 那你用哪一个 一般都是用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一般都用第一个 所以我们一般都从左边这边开始看 大学生现在有14个 对不起 有四个人 然后呢 他现在排名是排14 各位同学 四个高 四个大学生 最好最好的情况下 他可以多少名啊 你知道吗 四个大学生 第一个大学生 第二个大学生 第三个大学生 第四个大学生 四个人 然后五六七八九 一共有九个人 对不对 最好的极端现象是 这四个college student 都排最好的前面四名 然后后面的五个呢 都是留给高中生 另外有一种情形 另外一个极端 这是最好的 对大学生来讲最好的 最坏的 最坏的情形是什么 所以你四个大学生 是排最后 然后高中生的表现 都比你大学生 表现来的好 最好的情形 是不是这样子 最坏的情形 是不是这样子 那最好的情形的话呢 他的 他的全部加总的 W值应该是多少 最坏的情形相加了 W值应该是多少 那最好的情形是怎么样 第一名也是他 第二名也是他 第三名也是他 第四名他 他的排序 1加2加3加4 加起来多少 14 是不是14啊 10 最坏是多少 30 6加7加8再去 对不对 那其他的情形 一定介于 10跟30之间嘛 所以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我就可以啊 做一个 基利峰部图 W的值 最差 最好是10 最差是30 对不对 10的情形 只有一种 然后呢 可能 可不可能得11的 可不可能得12的 得13的 然后各种 各样的这样的情形 用电脑可以去帮它跑 跑出各种 可能的组合 然后把各种可能 组合的 的值啊 W的值啊 写在横的 这个地方 然后它的 几率值 Probability 那当然 你的rank 不太高 也不太低 这种基率是最有可能发生的 这种可能是最高的 基率值是最高 最有可能发生 对不对 那你得的值 最低 代表的 四个college student 是最 表现得最好的 最极端的状况 跟四个college student 表现得最差的 也是另外一种 极端的状况 这两个的可能性 都非常低啊 是吧 其他的话 大概在中间 所以它用电脑 可以跑出这样的一个 分布出来 这个分布很像 常态分布 然后紧接下来 你就来看 现在我们得到 W是多少啊 在实际的 这个例子来讲 college四个student 1234 它的rank是多少 第一个rank是多少 14 不是 我们现在 不是谈它 全部在公司 32个当中的排名 我们讲的是 9个人当中 排名的先后 多少 14 再来 所以相加是多少 是不是14 14在哪里 14在这边 那原来W的排序 它的腹部应该是如此 结果你 你的样本当中 你就这个例子来讲 你的样本是得14 对不对 得14的话 14 以左 这块面积 就是代表什么 这块面积代表什么 样本 所显入的什么值啊 P value P value P value 就是 W 小于等于14的值 那你计算一下 这个probability 是多少 那你看 P等于 W等于14 它把几率都提供给我们 大家来看 889最上方 那个probability table 打入等于10的几率是 0.0079 11的几率0.0079 12的几率0.0159 13的几率0.0238 14的几率0.0397 把这五笔资料 五笔几率把它给相加 得到0.0952 这0.0952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你最左手边的 那五笔 几率都把它相加 所得到的P value 这个P value显然呢 比α还怎么样 α现在还是一样 定0.05的话 它比0.05还怎么样 相等的 那 它要比 它要比一半 乘以2 大于0.05 它乘以2 一定大于0.05 0.05是你的α 所以 P value比α大 因此怎么样 P value比α还大 怎么样 不能拒绝 不能拒绝的意思是什么 不能拒绝是什么 H0 H0说什么 H0说 两母体 也就是 大学毕业生 跟高中毕业生 在公司里头的表现 它的排比 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也就是相等的 这个假设 没有被拒绝 那意思是 只好勉强接受 至少你目前没有证据 可以推翻它 对不对 所以代表886月 中间那个假设 那个假设 H0说什么 Two populations are identical 所以这个假设 根据眼前 这个例子而言的话 是没有被推翻的 是勉强可以被解锁 OK 那当然你这边呢 你可以做 这个 你可以说 W现在是14 对不对 你W可不可以取 High School那边 可以取High School那边 可以 你High School那边是多少 High School 假设你现在W 我们刚刚不是说 W是两边都可以取吗 只是我们一般都是取 左手边 第一个那个case 现在我可不可以取第二个 课本这边没有讲 我如果取第二个的话 W是多少 各位同学 这个例子W是多少 High School 在这个例子来讲 High School是五个 第一个是多少 五 六 九 好相加多少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不把 College的Rank Some Rank 当作WO 我把High School的 Some Rank 把它当作W 31对不对 我还能不能用 这个10到30啊 这10到30是对谁的 是对大学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应该重新来看 最好的情形 是这个 1加2加3加4加5 是不是15 所以现在我如果变成是 对High School而言的话 我的最好的情形 是不是15 最坏的情形 是多少 最坏的情形 是这个样子 这样是多少 14 14 28 35 35 一样用电脑去跑 你会跑出 同样这个概念出来 然后你的W线是多少 31对不对 31在哪边 这边是35 31是不是在这边 一样可以算出 这个PVL出来 懂得意思吗 懂得意思吗 这边懂不懂 你W如果对大学生而言的话 你现在课本是给你大学生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一样可以跑出一个基率腹部图出来 同样是对W 可是现在W是High School的Sum Rank 作为W 跑出来的结果 你会得到31以右 你也算是一个PVL 这个PVL一样会比Alpha还大 所以你不能够拒绝 两个方法 用哪一个做W都可以 但是课本会告诉你 你现在应该用哪一个当做W 然后呢 它会告诉你基率分布 那你就算一个PVL出来就行了 那以上呢 这些例子都是对什么 都是对你的 假设你知道它的基率分布 你知道W的基率分布 W的基率分布 如果不能告诉你的话 它没有帮你跑的话 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那还好我们的课本呢 因为它这边的介绍方法的关系 它只介绍到了 这个地方 然后紧接下来 它就说啊 我们课本的例子 全部都是对你的N啊 都是7以上 各位同学你看看 这边的N N1是多少 N1是不是有4 N2是不是5 大学生人数 样本数里头有多少个 有4个 High School学生里头有5个 这4跟5啊 没有到达到可以使用 常态分布的那个境地 所以你必须要用常态分布的话 必须要N要多少以上 7以上 那你用常态分布的就用课本 我提供这个数据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890页 891页 185跟186 这边提供的μ跟σ for N1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7 for N2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7 OK 一样是常态分布 它是sampling distribution of W 就是W的抽样分布 W的抽样分布 对于如果你两个母体 是identical的情况下的话 W其中一个母体的几率分布 应该是接近于常态分布 是什么样的常态 是18-5的μ 18-6的σ 这样的例子呢 只能用在N1跟N2 都是7以上的情形 大家看一下890页 跟891页 这边是另外一个例子 那课本后面的习题 有关这一节的习题 都是用在N1跟N2 都是7以上的 所以刚刚我们所讲的 N1N2 一个是4一个5 不能够用W 对不对 不能够用常态分布 对不对 那种情形啊 比较特殊 那个情形 必须要给你一个 激励分布 给你一个W的激励分布 你怎样研判出 算出它的pVal 去研判到底 要不要拒绝H0 所以这种情形 我们后面这些例子啊 后面这些习题啊 都不是用这种 而是用了常态分布 所以课本的例子啊 你看这里头的例子 一定是N1跟N2 都是7以上 你看893页 18页 19页 20页 它的N1 N2 一定都是7以上的 到894页 895页 所有的N1 N2都是7以上 如果7以上的话 代表你不用担心 前面所讲的方法 你就是用常态分布 就对了 好 那现在看一下 看这个例子 我们看看 这个例子是说 你有一家银行 它有两个分行 Branch 1跟Branch 2 有关checking account 也就是支票的 这个账户里头 它的余额到底有多少钱 大家看一下 Branch 1分行一 它找了12个账户 它们每一个账户的余额 写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分行 第二个分行 它的10个checking account 就是这个支票的账户 然后呢 支票账户要有存钱 你常开支票 它的账户 它的余额分别是在右手边 现在它要检验的是说 两家分行的 这个支票账户 两家分行的支票账户 它有是不是有好多家的支票账户 好多人在那边开支票账户 对不对 台湾是没有啦 台湾都是开什么 活厨对不对 要开定存 像美国这个国家就是 你到那边你可以开两种账户 一种是活厨 你可以在那边进行出领钱存钱 还有一种是什么 你开一个 开一个那个 可以开支票的账户 那你把钱放进去 它给你一本资票簿 那个支票簿 你就可以自己发行货币 你上哪边花多少钱 你开一个支票 对方检查你的ID 看看你的证券 对不对 确实是你本人的话 它就接受你这张 20块钱的这个支票 你不需要手上 带20块钱现金给它 等于说你有发行货币的权利 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发行货币 那你要发行货币 必须要你的银行里头有存钱 所以你要存的钱要够多 你才能够发这个支票 所以checking account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必须要呢 银行账户里头的钱要够多 你才有这个能力去发支票 假设你恶性倒闭 你明明银行账户里头 只剩下20块 你给人发一个50块钱的支票的话 那厂商他也不知道 你账户有多少钱啊 然后说哦 你开50票 看看是你本人 OK接受了 接受以后 他拿了支票去兑现的时候 对线不出来 对线不出来的话 这个厂商就会找你银行 银行就会找你 银行找你 就是说你恶性开假支票 一辈子永不录用 什么叫一辈子永不录用 一辈子不跟你有往来 我们这家银行 一辈子不跟你有往来 然后他会广泛通知 全美国境内所有的银行 这个人有这样的record 有这样的记录 所有的银行一知道以后 也都把你列为一辈子 永不往来的客户 所以你在美国剩下的 下半辈子啊 都要捧着现金 就不能够开支票了 去哪边都要捧现金 而且不只哦 你说那我不用支票 我总可以用信用卡吧 比如做梦 我告诉你 你支票会有问题 你信用卡还会OK吗 你不只不能开支票 你也不能够用信用卡 所以一辈子往来 你只能用现金 你买房子 要用现金 对不起 然后你上市场 去买任何东西 对不起 通通只好掏现 都掏现金 来来往都要报现金 你报一堆现金 去买房子 这是现金 人家是 信用卡一拿一塞 这个信用OK 没有问题 所以我愿意贷款给他 你也不要跟银行 想要做梦 要跟他借钱了 反正一辈子就不跟银行 有任何往来 也就是用现金 进行之处 你现金放哪里 放银行 No 银行不跟你往来啦 你现金之后放哪里 放你家床下 你知道吗 你一辈子就过了这样的生活 除非你离开美国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国家 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check out 很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要有钱 好 现在来看一下 所以他要比较哪一家分行的 这个支票账户里头的存钱 是存钱额度比较高 对不对 支票账户里头的余额是比较高 你如果余额不高的话 你就不太能够开支票了 所以他的checking account的balance 余额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够高 好 他现在比较是说 哪一家分行的 这个支票账户的余额比较高 还是说都一样 好 那他的假设呢 是H0 假设两个是一样高的 是identical了 那现在开始 我们来把他18至11的这个表 里头的这些12个账户 10个账户 这些数据加以排序 大家来看一下 这种排序 我们从最低的来排 从最高的来排好了 那从最低的 他把最低的当 当第一名 同学最低的是数据是多少 这两家银行 最低的是多少 750 750 你看下面18至12那个表 750排rank1 第二名是多少 是不是800 800排第二名 那这第二名是第几个分行 是第二个分行 第三名是多少 805的 805是 805的是哪一家 是第二个分行 第七 第七个账户 其他意思类推 你把两家分行 一共22个账户的存款余额 综合来做个排比 所以它是个combined rank combined data的rank 所以你来看看 然后你坐在这边 怎么有个12.5名呢 12.5名 原来那是第一个分行的 第六个账户 是950 第二个分行的 第四个账户 也是950 两个存 那个存款都一样多 所以两个的排名 都一样高 那它是在第12名跟第13名 所以两个数据呢 两个账户都给它12.5名 其他都不是 然后呢 各位来看 它在把这样的排名以后的顺序 把它回复到原来18至11的那个表 然后就是变成18至13的表了 所以每一个分行 每一个账户呢 都给它一个排名 都给它一个排序 就如同18至13这个样子 现在你有两个population 一个是branch1 一个是branch2 你现在把branch1跟branch2的population的排名 都把它相加 那我们还是用惯例 找第一个population当w 所以w现在是多少 多少 第一家分行的 全部账户 22个账户的排名 相加是多少 169.5 169.5就是w咯 对不对 那现在n1跟n2 是不是都大一等于7 是不是就可以用常态分布 所以现在常态分布的期望值是多少 二分之一的n1 乘上刮乎n1加n2加1 n1现在是12 n2是10 所以算起来 它的mu是138 sigma 用18至6那个四指 算算是15.1658 这是开根号以后的 所以它是标准差 所以现在你要算的是 w 各位同学中间值是138 常态分布的期望值138 所以165是在左边右边 是不是右手边 所以右手边以外 那是大于169.5 对不对 大于169.5的 几率值是多少 那我们要看 892页 大于169.5的 几率值是多少 那它把它标准化 减掉138 除以15.1658 然后算出来的值是 z大于等于2.04的几率 算出来的p value是 0.0414 因为它乘以2了 是双维减定 所以它也小于0.05 因此p值小于alpha 因此要怎么样 拒绝H0对不对 那H0说两家分行的 呃 支票账户的存款余额 应该是相差不多了 相似的 这个假设被推翻掉了 显然 是不是有所不同 那有所不同 到底哪一家比较高 啊 现在你看 W是不是165 165是不是比较大 大超过中间的 那个 是不是大超过中间 138 对不对 W是不是第一家行 第一家分行 第一家分行 是不是比较大 所以比较大的意思 就是第一家分行的 Balance是不是比较高 比较高的 它是不是排的 排序的rank 是不是比较 比较后面 所以它的rank 是不是的值 是不是比较大 你自己说嘛 你说两家不一样 到底哪一家的鱼额 比较多 想算呗 165 是不是超过138 138 是不是中间值 是不是那个期望值 那表示你是偏右的 偏大的 是什么东西偏大 是鱼额偏大吗 还是rank偏大 rank偏大 rank偏大 是不是鱼额偏 no 偏大 这个地方是鱼额小的话 rank比较小 鱼额大 rank比较大 所以显然 w值是偏大的 w是什么 w是谁啊 第一家分行的 鱼额 的排序 的加总 排序加总 越大 代表鱼额越大 所以显然 两家分行 不相等的话 分布不相等 是哪一家的鱼额比较多 第一家分行 鱼额比较多 所以有关我们这边 所谓的 non-parametric 五亩数的分析啊 虽然我们 没有直接去处理 它的数值 有多少 但是我们是排序 从排序上头 把排序相加总 去研判出 要拒绝的接受 所做的这个结论 我们应该想办法 把它转换成为 原来的那个概念 原来的概念 在谈鱼额 所以鱼额谁比较高 显然各位可以研判 鱼额当然是w的 那个分行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 这些东西 当然也可以做 左为检定 右为检定 做单为检定 同学很快的描一下 你看890页 18至11的那个表 你是不是很快描一下 哪一边的余额比较高 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 分行 第一分行的值 是不是好多 都是1000以上的 然后 第二个分行 只有两个 然后即使它 没有超过1000的话 也都是很靠近900 都900以上 所以 整个来讲的话 可以发觉 Branch 1 它的checking account的balance 事实上是 跟Branch 2 是不一样的 而且显然是比较偏高的 因此两家分行的 这个支票 账户的余额的分布的情形 不是相等的 在这个地方把它拒绝掉了 各位可以做一下 19 22 25 19 22 25 25 三道题目 好吧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好 好